墨云 全雨晴 好久不见 墨云 不可能 他不是墨云 他会说话 陈总好久不见 你可以叫我呆起 或者我的东西 墨云 于哥哥他他他不是墨云 白小姐这么久不见 你还是对陈总一网情深 墨云 你去哪了 陈总 那你为什么要走 陈总请您放开 少卿我没事 陈总 我们今天来是 聊贵公司收购的事情 不过我看你状态 好像不太适合 我们改日再远 陈总 你们先出去 出去吧 于哥哥 你要说什么你说 我回去还有事 不想说什么 你要说什么你说 我回去还有事 我想说什么 岳哥哥 阿明 朝他出去 还有他在过外 这些年的所有资料 好 墨云 怎么会回来呢 我一直守在他的身边 我是不会让你抢走的 把人带到大少爷房间吧 不是结婚了 就你这身份 还配提结婚 带走 走 进去 我一直都在这身边 自己的 我一直在这身边 对 我一直在这身边 出 standing 我一直在这身边 我一直在这身边 在这身边 乱 干什么能鬼鬼祟祟的 藏私房钱了是吧 把钱拿来 钱呢藏哪了 在这里收拾 起来 在我家白石白石这么多年 有什么资格藏私房钱 你手打工转来 你收拾这边的情 是你这两天都干什么呀 干什么 起来信不信我打你 等一下 你干嘛欺负姐姐 去 让开 停 让开 没事吧 没事吧 赶紧起来 起来 没受伤吧 没事吧 来 坐坐坐 谁能知道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啊 但是这点钱 给你叔叔治病 差的太多了 不用写 不用写 知道知道 我答应过你叔叔 要照顾你 所以给你找了一门亲屎 南方 是全家的总裁 全玉玺 保证 保证你嫁过去衣食无忧 妈 为什么我不 你给我闭嘴 玉玺 南方答应了 财里得一大笔钱呢 你叔叔的病 就有救了 要你说 咱们是救 还是不救 太好了 玉玺 是带你叔叔谢谢你 啊 寄我的钱 大少爷各项身体指标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过因为长时间没有运动 所以肌肉有些萎缩了 要不要紧 会不会影响走路啊 这个就要看大少爷自己的了 谢谢 儿子你放心 爸爸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的腿治好 爸 我没事 能醒来就好 对了爸 昨天晚上那个姑娘呢 对了爸 昨天晚上那个姑娘呢 你管她干什么 你醒过来 她就算完成任务了 任务 什么任务 你爸听说 找一个五官残缺的处女 能让你醒过来 你昨天晚上没有发现她是个哑巴 你们会不会太慌疼了 哎呦 是不是你的主意 哥 我今天才知道这事 爸 我想见她一面 走 走 钳子 它输出重点 需要钱 钱我会如数给你 以后离群家远一点 谁啊 莫云 你没有和你婶婶 还有妹妹她们出去玩吗 昨天她们说卖了房子 出去旅游了 有钱都不给你叔叔治病 这些人真是 你把我们全家当成腰签术了吗 你很贪兑不愿的你 阿明 好 我叔叔没有拿进去医院 我叔叔要被赶出去了 阿明 打得去医院抢钱 他怎么进来的 谢谢你救了我叔叔 我想给你打工还钱 不用 那脸情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出去 老板 他出的地方被他神神卖掉了 他现在 无暇可归了 阿明 给他安排一个房间 好 我还以为他不会醒过来 谁知道那个小哑巴 居然让他醒了 这老二 真是个没用的东西 姑姑 那我该怎么办 你去 对 只要全家的权力 掌握在我们手里就行 你在干嘛 泡脚 不会凸进去医院吧 不用不用 出去 我说了不用 你干嘛 阿明 哥呀 你 哥呀 他呀 觉得不是 白小姐 你在干什么 马亚萌 你这是干什么 玉哥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刚我就在这喝茶等你 然后他就冲上来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没有 玉哥哥 这个是你新请的女佣吗 这么年轻啊 这是我的客人 客人 我想起来了 她就是姑父给你选的那个女孩吧 你不是把她送走了吗 你来干什么 玉哥哥 我知道你醒过来了 就马上来看你了 那你看到了 不送 玉哥哥 我担心你 阿明 送过 白小姐 请 那玉哥哥 我改天再来看你 你大哥车祸的那个赵氏司机 现在怎么样了 那个司机舒适后 没几天就失踪了 失踪了 可能知道自己撞的事 全是集团的大公子 快扛不住压力吧 但愿事实 确实如此 爸 你什么时候也爱看那些肥皂剧了 哪有那么的阴谋诡计啊 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 你不用担心 是白亚王在搞事情 你不用放在心上 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全家也没亏待过你 只要你好好辅佐你大哥 全家的富贵少不了你的 就别生出那么多 不该有的心思了 当然了吧 我会好好辅佐大哥的 谢谢你给我叔叔治病 我短期内也没法还你钱 所以我想留在你身边照顾你 知道你的腿痊愈 你好 莫远小姐 还记得我吗 我大哥怎么不在啊 你手怎么了 大哥 你回来了 辽哥 你的腿好点了吗 还是老样子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关心你的 对了 撞你的那个肇事司机 他失踪了你知道吗 咱爸说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他 大哥 你觉得他是被人指使的吗 希望不是吧 好了 看完你 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阿柔 不管爸妈对你怎么样 我始终把你当兄弟 说什么的哥 爸妈和你 一直都对我很好啊 走 人找到了 好 越来越好玩了 喂 什么 我们的旅游线路又被人强行发布了 我大学学的事情去管理专业 之前也编织个旅行社设计过游览路线 我很想帮帮你 其实 喂阿柔 老板 你快看新闻啊 对 我老公生病 在住院 全家就要找一个 无关有缺陷的女孩 不知道怎么就找到我们家云云 云云 其实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她是我养大的 全家 有我老公的病 避险我 我对不起云云 云云姐 我们不知道你在全家怎么样了 我们都很担心你 云云 我们不知道你在全家怎么样了 我们都很担心你 我去澄清 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不用 我来解决 你也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与你不关 这次的事情是不是你搞的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不管你怎么搞 也不能拿全家的声誉开玩笑 万一让老爷子知道了 这是哪大媒体 我要找他们老板聊一点 好了好了 不跟你说了 你赶紧把自己藏好了 别让人发现了 老板 记者们我都安排在会议室了 人有点多 你能应付得来吗 没事 喂 爸 那个女人你怎么回事呢 没有 你为什么还不送走 你看到现在的新闻舆论都成什么样子了 我把计算交给你 故事让你 我知道该怎么做 走吧 好 我没有 叫我 那干什么 好 不是 你来 年轻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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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你的兄弟啊 好 好 这才这样子 我我说不定 这一起是个好男 我也没有骗我 我小时候我还能不能说我 来来你自己的办法 造谣也是 你快将来我好 希望你们不要乱死 谁让你这么做的 既然你这么做了 就不欠我了 如果你想离开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莫远 去帮我买点糖鸡的糕点 爸 公司的新路线发布会 为什么要延迟 爸 出了点意外 什么意外 之前明佑做的时候 好好的 为什么你醒来一接手后 就出现意外啊 爸 您是在怀疑我的能力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你自己要反思 这是你醒来之后 接手的最重要的业务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你这个总裁 就坐不稳了 我之前坐得稳 我现在一样坐得稳 好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对了 为什么还不把那个女人送走啊 立月完就扔掉我做不到 而且今天你也看到了 是她在帮我们结尾 哎 这个人是坚决不能留在你身边呀 你看她那个婶婶和堂妹 啊 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说不定什么时候啊 又会发生今天的事 你还是赶紧把她给弄走吧 爸 我真的累了 你别说了好吗 你先回去吧 我的事情我自有打算 安明 我看你现在翅膀是越来越硬了 这个人是坚决不能留在你身边 你看她那个婶婶和堂妹 啊 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的 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说不定什么时候 又会发生今天的事 你还是赶紧把她弄走吧 如果你想离开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莫云呢 怎么没人做早饭 老板 这是 莫云小姐留下来的 陈先生 谢谢你这段时间收留我 还出钱给我叔叔致病 我以前以为我是可以照顾你的 可是现在我才知道 原来我的存在 会给你造成这么多麻烦 是我太偏真了 以前你一直暗示我可以离开 可是我还是死皮那脸不愿意 想想真的很可想 也谢谢你 一直没有直白地赶我走 可是我现在明白了 我不能留在这里了 叔叔致病的钱 我以后会赚钱还给你 希望你的腿可以早点好起来 诸好 陈雨 我什么时候暗示我又赶他走了 这是我的房子 虽然不大 但是你一个人应该够住了 放心 我大哥和我爸他们都不知道这里 先住下来吧 再找工作 你为什么要帮我 是你让我大哥醒过来的 我当然要替我大哥报答你了 这是巧合 是缘分 我在马路上碰见你也是缘分 你就安心在这住宝 照顾好自己 我先走吧 谢谢 叔叔 你快点醒过来吧 我又找不到婶婶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先跟高速好不好 我 我正在跟你叔叔住的医院找你 看来他对你真的很伤心 老板 莫云小姐平时两天过来一次 算起来今天也会来 我们应该能碰到她 水还是温的 应该刚走没多久 老板 要追吗 他一定是在故意躲着我 就算莫云小姐 故意要躲着您 他也不可能知道 您突然来找她呀 会不会是巧合 也许啊 对了 莫家母女找到了吗 没有 自从那次采访事件结束之后 就消失了 看来是有人故意找到他们 让他们在记者面前 说出那样的话 达成目的之后 又把他们藏了起来 老板 您说 这件事和车祸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干的 希望不是吧 你知道了 多等会儿又怎么了呢 说吧 找我来干什么 来感谢你啊 要不是你告诉我 莫家母女的下落 我也干不出这些事情来 更没有机会借全叔叔的手 将那个女人赶走了 我以为你让我告诉 是你想帮莫云找家人 吃鬼 说吧 找我来到底是干什么 那个女人失踪 全玉玺在找她 齁 是总啊 全玉玺 别以为我知道 是你把她躺起来 所以 这事你还应该感谢我 唉 我知道全玉玺 要是知道你这个好对 在背后这么搞她 会作何感想吗 对 也有可能没什么感觉 毕竟 你只是个养子嘛 说得对 那你找你的意思 我把莫云的下落 告诉她 你 我告诉你 你现在可是有把柄在我手上 以后给我小心点 有人在做饭 老板 是莫云小姐回来了 莫云小姐 莫 玉哥哥 白小姐 你回来了 今天我下厨 给你做点好吃的 你是怎么进来的 姑姑给我的钥匙 她听说你遣散了佣人 阿明一个大男人 又照顾不好你 就让我进来了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出去 玉哥哥 我让你出去 我 真不知道我哪里不如你个小哑巴 你宁愿让她陪着你 也不想让我陪着你 再说了 她连话都不会说 简直就是个累赘 你们全都围着她转 你是这样 全没有也是这样 我问你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我先走了 阿明 去查明文明下的房产 是 辛苦了 这都是你做的 快吃吧 好手艺 做菜都这么好吃 难够我大哥一直在找你 最近找工作顺利吗 没事 要是找不到 就现在就住着 慢慢找 大哥 你怎么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哥 什么什么意思 我看到云月流落街头 想到他毕竟也是你的救命恩人 所以我就收留他了呗 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知道我在找他吗 大哥 你跟云月 闹别扭 云月 是云月大哥好心说有问 你不要怪他 云月大哥 大哥 这称呼有什么问题吗 跟我回去 我找到那审舍的唐妹了 云月 你帮我跟全家人说说 我们不是故意这么做的 是有人逼我们 谁逼你 是 一个小姐 姓白 她说我要照这么做了 就再给我们一笔钱 云月 谁谁是为了救你叔叔 在这么干呢 姐姐 求求你了 帮我们跟全家去学情吧 我叔叔 也是你们的照顾和父亲 你们拿到的钱 为什么不救你 云月 我们是有苦衷的 之前我们为什么不能还 这些年来我们省事前 用的给你老不死的治病 别人有的衣服把我都没有 你们为什么还要一直吊着他呢 他要是早点死了 只要我们大家都轻松了 别跟夏夏一般嘴 他不懂事 你 他是你他 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不就我叫 从此以后 我们再无关心 你们好自为之 在哪儿找的 在海城的一金北游园 既然如此 那就留在海城 永远不过来 如果再让我看到的 能不能以为此 老大 那白小姐 白是不是一直想和全社深度合作 那么东南亚那个项目 就交给白社去做 只明让白眼盲去 你呢 你放心 你的审时和堂妹 永远不会在这座城市里出现 好了 那过去了 之前你说过 你想靠工作赚钱是吧 来我们公司上班吧 你放心 我不会给你任何的优待 之前听你说过 你是学景气管理的 那么你跟其他员工一样 三个月使用期 你可以吗 坐吧 坐吧 以后这就是你工位了 听说老板直接发话 空架过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走的什么后门 还有个更离奇的手 听说这个女孩是个哑巴 啊 哎 我们公司什么时候门槛这么低了 听说这个女孩是个哑巴 我们公司什么时候门槛这么低了 莫云是吧 这里是公司新开发的168条旅游路线 你呢逐一的做一个评估 每一条呢不要低于一千个字 在明天上午十点半以前送到我的办公室 168条167万字 给我一个礼拜我都写不完呢 总监啊 他就是那个女的 是他吗 不然你以为呢 像他那种要学历没学历 要经验没经验的人 怎么可能通降到我们核心部呢 这不是老板亲自发话了吗 老板他是想报恩 这个没错 但是他不能把这个 什么都不是的哑巴 安排到我这来 总监啊 你小点声 别让人听见了 我骗大点声 怎么了吗 再说了 咱们这个公司 以后是不是那位大少爷的 还另说呢 他就这么接了呀 对 墨云小姐是不是也没什么经验啊 十六七万字 别说还要评估后再写 就是单纯的打字 一天也打不完啊 既然他想独立养活自己 那我绝对不会拦着他 然后关键时刻 英雄就买 闭嘴 好 你吓到你吧 做得怎么样了 刚刚刚 这么快 老板 墨云小姐 吃点东西吧 墨云小姐 您慢慢吃 今天是要通宵了吧 他说的全部都做完了啊 好吧 一个小时了 要不 小小龙就小姐了 开不出去下车 好 轻点 哎呀 一百六十八条 你才给我写了二十条 你就就叫做完了 这些路线 有很多是已经被废弃 或重合的 所以我将里面有商业 价值的方向出来 这些经济 你可以 重复的和废弃的 就可以不写了 啊 你这才来两天 就这么投机需求 我们这个规划部 怕是容不下你的 这个工作量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 如果是合理的工作 我一定能完成 合理 在全市 我说合理就合理 我说不合理 他就不合理 我怎么不知道 这全市改姓陈了 不 不是 那我 陈总监说的没错 这些重复和废弃的路线 的确需要重新做评价 陈总监说的没错 这些重复和废弃的路线 的确需要重新做评价 那么就你来做吧 莫云第一天来公司 对公司还不是很熟悉 暂时完成不了你的业 你在公司待了这么久 应该没问题吧 全都无关 对了 还是按照你规定的条件一样 明天早上就 如果这么点小事都完成不了的话 我有理由怀疑 你是否能合理安排员工的工作时间 如果不行的话 明天你也走了 嗯 我来工作了 有时间见一面吗 时间过得真快啊 没想到一转眼 你以前在这工作一个月了 怎么样 还适应吗 听说你刚才第一天 大哥就为你一路红颜 把字号部总监换掉啊 我开玩笑的 别想了 你现在还住我大哥那里 我大哥从来没有让一个女人 在她家里住过这么久 我现在每天学习按摩附件 给她按摩腿 希望她能早日好起来 别动 有点东西 帮你摘一下 我发工资了 可以还你一部分了 不用 咱够了还这钱 我下午想请假 去看下叔叔 你有你的上司 知道我干什么 出去 算你有良性 还没忘了我爸 我犯我爸的东西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爸是不是给过你一条古董项链 很值钱的那个 换狗 不在你呢 不在你那在谁呢 我妈都在家找了好些都没找到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你爸当初借高利贷还不老钱 被一家拿刀砍死 我最后把身在我家赖上 别高利贷还不老钱 别高利贷还不老钱 别一家拿刀砍死 别高利贷还不老钱 没什么 你不要说话 别打 我别打 别拿 别打 回去吧 好 云云对不起 我只是想安慰你 看什么呢 我大哥吗 我先走了 明天来看你 喂 我冒着这么大风险帮你 你要争气啊 我这几天没去上班 记得长按摩腿才能好得快一点 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今天出院 怎么了 以为是我大哥 他这几天一直没来看你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开心了就对你好一点 不开心了就理都不理 云云 我每天来看你 你开心吗 那你多看看我 别看我大哥了 我不懂 他那么冷漠无情的一个人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喜欢他 你也喜欢他是吗 你不喜欢他对吗 云云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我不想当你的朋友云云 云云 跟我在一起好吗 跟我在一起 所以 你也喜欢我大哥是吗 我先走了 注意身体 你是我的朋友 我不懂 我 啊 啊 哎呀 你什么时候回过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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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云 我喜欢你 好 我知道 老板 白小姐是两天前跑回来的 对我不认识 是 还有事吗 没有了呀 老板 白小姐是两天前跑回来的 刚刚查到的监控也显示 她下午就潜入进来了 应该是她给你下的药 给我把她找去 是 还有事吗 没有了呀 沐云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也喜欢我 isch 小姐错过你了 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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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现在我还没法公开我们的关系 等我处理完工作的事情以后 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好 对了 现在有很多人盯着你 去住院去 还有啊 那个秘密 让我保守抓 以后你就知道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喜欢墨云 是又怎么样 不止墨云 可能过不了多久 属于痊愈性的所有东西 都会属于我的 你什么意思啊 开个玩笑 我怎么敢跟我哥争呢 不过你老找墨云的麻烦有什么用啊 我哥他还是不喜欢你 就算轮不到我就轮不到那个小雅的 我很快忙完就去看 好 你先工作 等一切都解决了 我们就结婚好不好 我想永远和你生活在一起 想让你给我生一群孩子 还有你别的有什么 二少爷这两天 一直在暗中接触的东门 不过都是在我们的揭示之下 你先休息一会吧 还有三天就是导师回 可别说我了 他几乎两三天出去一次 最后一次出去 买了蔬菜和水果 还有燕云棒 什么 我问了要点医生的 确实是燕云棒 墨云 你个贱人 怎么 不欢迎我啊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已经对于哥哥死心了 与其做敌人还不如做朋友呢 你说是吧 那他专门让我给你带的汤 哎呦放心 是于哥哥叫我来的 你想想他不让我来 我怎么敢来呢 而且他身边啊 靠谱的女性朋友 就只有我这一个了 这下相信了吧 光顾着说话 汤都要凉了 给你尝啊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汤 传传 真的好喝 真的好喝 我出车祸 在床上昏迷了几个月 醒来以后重新接管公司 发现公司变化很大 大少爷 您身体还没恢复好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是啊 您昏迷的这几个月 二少爷管控公司 也得心应手 您可以放心了 好喝吗 大口点喝嘛 可赢赢了 大少爷管理了这么多年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二少爷接管这几个月 那也是踩在他人的基础上 话不能这么说 二少爷的能力 大家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这次新线路的发布会 本来二少爷做的顺顺利利 大少爷一醒 这新线路就被泄露出去了 你说这事闹的 没错 阿佑的确帮了我不少 这是应该的大哥 都是为了咱们公司吗 当然 也帮了你们不少忙吧 你女儿保验的名额 是因为几下去了 另一个人对吧 还有你 你在外面养的女人 要告你 也是阿佑帮你摆平 你的儿子在澳门 输钱输了一个亿 也是他帮你摆平 对吧 还有你 不行我都说了 阿佑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比你差吗 难道就是因为 我不是全战亲生的吗 阿佑 对你不好吗 你对我的好不过 是可怜我而已 我不想被你踩在球底下 大哥 现在等换你来养师我吧 怎么样 残废的思维好说呢 像你这种人啊 根本不配坏他的孩子 玉哥哥 这不过是和你块儿罢了 像他那种身份的人 怎么会娶你这样的小哑巴呢 哎哟 可真是难受啊 玉哥哥跟我说了 不想看见你了 想让你赶紧消失 我劝你好自为之 赶紧滚 大少爷 您身体还没恢复 我看了 你还是回家有病吧 对吧 好 全鱼血 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 我从来都没有看透过你 哎呦 你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所以你才看不到 你的腿 是什么时候恢复的 老板的腿就从来没废过 你早就醒了 你是装的 如果不是因为莫云 我会在阿明收集完所有证据以后 我才行 更不会允许你做这么多恶痴 我真是没想到 你为了击毁我的身亡 你不惜把公司一手打造的新路线 泄露给对假公司 还有 你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收集好了 全鱼血 你是不是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告你 阿明 带二少爷去办公室 好的 有些事情 让我们兄弟自己聊 明月 回来吧 你在这儿带着啊 朱华 朱华回来 好不好 原来老板的位子 也没有那么好做 那你还想做吗 你会给我吗 你曾经会 大哥 你太虚伪了 一面背地的调查我 一面 又在这跟我装兄弟情深了 哎呦 我真的把你当兄弟 无论你是不是全家的血脉 我从来没有拿你当外人 全家的血脉 全家当初为什么收养我 你知道吗 因为白珍珠你的继母 他生不了孩子 所以他要找一个儿子 来跟你争家产 哎呦 可是无论我做的 多好多努力 在全家的心中 他只有你一个儿子 所以白珍珠放弃我 我就像你们全家的一条狗 开心了就混乱抱抱 不开心了就可以 随意打我骂我侮辱我 可是你呢 所有人都爱你 所有人都怕你 所有人都呵顾你 凭什么 哎呦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对不起 当初在孤儿院 被接走的时候 我有多开心 我以为马上就要迎来的是 我的新的幸福生活了 可是呢 我每天夜里都在想 我如果当初就这么 死在了孤儿院 是不是就不会这么难受 哎呦 是我们全家对不起你 所以呢 你愿意把你的截团给我吗 把梦云也给我好吗大哥 所以你补偿我的 好吗 我不愿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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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孩子 我 如果当初就这么死在了孤儿院 是不是就不会这么难受 哎呦 是我们全家对不起你 所以呢 你愿意把你的截团给我吗 把孤云也给我好吗大哥 所以你补偿我的 好吗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把全世所有人的未来 都交给你这样的人 把孤云给你 你可真谈 再谈当我也不会想要人的命 你知道了 哎呦 但凡是你做过的坏事 必定会留下痕迹 好承认 我说了 哎呦 我会送你出国 让你在国外度过下半生 我不需要这么委婶 我也不需要你可怜我 全雨昕 我不会受了你的意的 我要自首 没有你一辈子都活在内疚和愧疚之中 哎呦 你这是何苦啊 就算我输 我也不会让你赢 是你救了吗 我路过你家门口发现你运倒了 把你送进来医院 谢谢你 你只说 你刚刚流产 身体很虚弱 需不需要我叫你丈夫来 老板 这么急是去见莫云小姐吗 对 为什么知道你话不说再信 叶哥哥 叶哥哥 你的腿 不是让你出国了吗 你怎么还在这 叶哥哥 你的腿好了真是太好了 你放心 我以后绝对不纠缠你了 放手 我就好好地当你的妹妹 叶哥哥 你看外面有好多记者 我去帮你拦着他们 好吗 叶哥哥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你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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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 你的腿是什么时候恢复的 请您回答一下 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说 dau 你拨打的用户暂时 先生是回答一下 你问你吧 你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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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证明回答一下 我们的问题吧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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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到我这里来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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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 来 别走啊 快走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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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他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来 真是白养他一场 你也是 生不出孩子就算了 领养回来一个白眼狼 差点害死我儿子 爸 别说了 你的腿根本就没事 为什么不跟我说 还有 你怎么能允许你弟弟去自首 我们全家的脸往哪放 爸 到这个时候了 您在意的还是您的脸面吗 您说什么 是 爸 阿佑是被领养回来的没错 可是你们有谁真的把他当过家人 当然我也没有 所以他才会恨全家 恨我们 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指责别人 臭小子 你胡说什么 别动手 爸 我已经不是那个人 由你打骂的小孩了 你现在握着整个集团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爸 等你冷静下来我们才有吧 我先走了 你走了就别回来 全民有通过律师让我跟你说 他也不知道莫云去了哪里 我到底该不该相信他 他说他虽然恨你 但是他没有理由去伤害莫云 我这个弟弟什么都想跟我找 他还说 让您去问一下白羊毛 莫云失踪了 失踪了 怎么会失踪了 你去找过他吗 没有 我怎么敢呢 玉哥哥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如果让我知道你去找他做了什么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放心吧 我绝对不敢 玉哥哥 我帮你一起找他吧 出去 老板 孟云小姐的东西都在 但是证件不见了 去找 好 你真的决定就这样跟我一起回美国了 医生说了 你的失语症是由心理原因引起的 虽然现在已经好转了 但平时还是要多说说话才能恢复 明白吗 我知道了 江总 谢谢你帮我离开这里 到了美国 我会努力工作的 其实你现在已经很努力了 可我就弄不明白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逼之不及 非要跟我一起回美国 我们这么一走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不过去 我会把你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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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じゃあ 善于成 孟云 илось 努力 是 然后 罪 Maria 陈总 好久不见 你可以叫我呆醒 或者我的东西 莫云 于哥哥 他 他不是莫云 白小姐 这么久不见 你还是对陈总 一往轻深了 莫云 你去哪了 陈总 你当你为什么要走 陈总 请您放开 少卿 我没事 陈总 我们今天来是 聊贵公司收购的事情 不过我看你状态 好像不太适合 我们改日再远 陈总 你们先出去 出去吧 于哥哥 你要说什么你说 我回去还有事 不想说什么 是 你要说什么你说 我回去还有事 我想说什么 岳哥哥 达明 查他住去 还有他在国外 这些年的所有资料 好 莫云 怎么会回来呢 我一直守在他的身边 我是不会让你枪走他的 好的 是姜总 什么事 怎么不接电话 刚才有失基因了 我听说你回去 便杨阳要收购权势 这和我们的计划不一样 我收购权势 不过是我的障眼法 因为我们极光现在的实力 根本动不了权势 我只想借眼前这棵大树 去下下我们真正要收割的 那些小树 你果然不会让我失望 对了 见到那个人了吗 还有别的事吗 怎么 我还不能问问吧 见到了 不过都是要来工作 那就好 那你在国内等我 等我这边忙完了 我就去帮你 知道了 好 老板 您和那个拳子 开车 开车 你不是有房卡吗 敲什么门啊 怎么是你 房卡 你把房卡给谁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出去 我不 给我出去 不出去 不就出去 你出去是吧 我叫人了 喂 前台妈 这里没有人闯进来了 帮我叫保 前台妈 不好意思 那个她是我老婆 我们刚刚炒了一点假 她有一点发火 然后她现在我喝好了 不好意思 陈一姐 你到底要干嘛 我就是送个早饭而已 我不需要 那这样 你告诉我 那个人是谁 我这是走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告诉我 把房卡给谁了 我才能告诉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 说 给我了 给我了 全总 你擅闯我们莫总房间 我可以报警的 你可以报警 把房卡信给我 你说什么 云云 跟你开玩笑的 这样 先吃早饭 明天我再来给你送 老板 她刚才叫你云云 这 你哪是什么关系 不该问的别问 老板 你父母的事太久远了 能够查到的东西不多 知道了 咱们这次 估计在国内 要逗留一段时间 要不先租个房子 你决定就行 这个还挺剩的 这可不简单 你一定要严调酒 真行 你放心吧 我肯定也会要求 看 这里 女孩子 你不太 screening 小月姐 你没有什么黑眼圈 还是这么漂亮 我叫你嘴皮不会感到小姐姐 今天全场就是你 全大少爷一出来 肯定就已不开眼了 哎 天笑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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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笑好久了 天笑 天笑好久 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以为全少爷是来找圈小月的 各位来宾 今天的酒会正式开始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一位非常重要的嘉宾 极光集团总裁 莫云莫总 有请莫总上台致辞 要不要提你 小月姐 她是个哑巴 不会说话的 你怎么知道 她是我表姐 是江亥的 我家亥的猴子 莫总 我听说您自小就不会说话 这次致辞 要不就我帮您吧 正好之前在剧组的时候 学过一点哑语 各位好 我是莫云 非常感谢大家的邀请 这次回国 看到了我们旅游行业 如今发展得正好 我非常开心 希望在未来 能够找到一位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让我们的旅游行业发展 更上一层 谢谢大家 好 莫总 多走 准备 准备 你都认识您 希望有机会 能跟你们极光合作 是啊 是啊 来 喜欢这的话 我给你帮你跳 好 这不是妞游 我知道你乳糖不难受 这是豆角 其实你并不想受过全室 对吗 这个简单 权总 这里好像不太方便了公事 行 那我们接到私事 其实我很想知道 当初你为什么会离开我 我当初为什么会离开 你心里不清楚 莫云 我到底清楚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不好意思 失陪 玉玉 爸爸 跟许总约的时间到了 莫珊珊 见了姐姐 连身招呼都不打 我真没想到 你居然都说话了 我也没想到 当初全玉玺 让你滚出这个城市 如今你怎么还敢 在她眼皮底下活动 是又怎么样 当初你逼得我 和我妈走投无路 你现在还想逼死我吗 我逼死你 是谁当初把我当成物品一样卖掉 又是谁 把我换来给叔叔救命的钱 拿去花天酒地了 你小时候没少受侮辱吧 怎么你把这些都忘了 那你现在想要干什么 你爸妈现在在哪里 你问他们干什么 我去探望一下我的叔叔婶婶不可以吗 不需要你假行行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我 我跟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 全玉玺不记得你 不代表我不会追求 那不成 你还敢杀了我 怎么会呢 杀人不是方法的 下周三我有时间 带我去接你妈妈 下周三我有通告 是吗 如果你以后还怎么有通告接的话 最好不要去救 目前只能查到 极光集团最早是一家旅游公司 法人是一个叫江淮的中国籍的人 从两年前开始不断扩资 到今天这个规模 但此之前一直没有莫云小姐的消息 直到江淮退居幕后 才由莫云小姐来担任总裁 老板 江淮今年38岁 未婚 继续找 好 老板 明天早上还有会 要不您先回去准备休息吧 再等会儿 主要是 莫云小姐不知道要应酬到几点 您 我说了 我就想在离她最近的地方待一会儿不行吗 莫总 慢点 莫总 莫总你慢点 慢点 莫总 莫总 你 怎么了 你干什么呀 走 莫总 莫总 走吧走吧 莫总 别叫了 别动别动别动 喝不了价喝那么多 听话听话听话 以后少喝点儿 知不知道 你行吧 接着睡 我先走了 我好想你 我本来想忘了你 可是我就控制不住自己想你 为什么你这么坏 我还是没有办法放下你 我看你 我看你 你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小心点睡着了 房卡给我报吧 全血 我报警了啊 报 报 报警之前 先给我叫个救生 阿明 走 拿房卡 等等我 假的假的 一定是做梦 老板 您没事吧 你不是有房卡吗 敲什么门 我房卡被全血抢走了 什么 他让他的助理缠住我 然后把您坐回房间 等我追上的时候 他已经出来了 还抢走过的房卡 老板 他 没对你做什么吧 没有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那您先洗漱 我去给您拿造点 走 我是来送新牛汤的 你不是拿房卡了吗 怎么还抢的 那你第一次是说 以后直接进来了 给我出去 昨天晚上怎么喝了那么多酒 头痛不痛 我有助理 不用你 那也不接近多个助理 全玉玺 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 来 我告诉你 我要追你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 你是不是都不想回去了 你瞎说什么呢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 全总 全市集团的总裁 姓慧 江总 江大名 全总 我们的合作 晚点我约你时间 少青 江总刚回来 去给江总开键房 江总 玉玥 待会儿我们一起吃早饭 待会儿我们一起吃早饭 玉玥 醒酒汤 记得喝 excuse me OK 全总 工作的事都追到酒店来谈了 我和莫云之间 可不止有工作要打 我不管你们以前有多少交集 莫云现在是我的合作伙伴 更是我的好朋友 如今跟贵公司 还有生意往来 还请全总 适当回避 我和莫云之间 没什么好回避的 要是你 不管是工作伙伴 还是好朋友 请你记清楚自己的位置 不要抱有其他幻想 江总 房间已经定好了 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吧 小月姐 生什么气啊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怎么可能 上次的事 是我没想到 都咬了十几年的人 居然会说话了 小月姐 我是真心向着你的 你要相信我 你现在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这个事都过去了 怎么算过去了 你不是 还没拿下全总的心吗 你什么意思啊 其实全总现在身边 一直都没有女人 只要你一直想办法 留在全总的身边 他一定会注意到你 尤其小月姐 像你这样美丽 多善解人意的人 权总怎么可能不动心呢 可是 权总现在身边有墨云那个女人 如果她不离开 权总怎么可能会注意到身边还有你这样关心她的人呢 那你说该怎么办 她不是从美国回来的吗 那就让她回美国去 不要在中国 这样不就一劳永逸了 小月姐 我有个办法 他们退房了 是的 今天一早他们就退房了 那那个 你知道他们退房以后去哪了吗 这个 客人的私人行程 我们就不知道了 老板 莫云小姐的助理说 他们已经找好住宿了 还说 还说什么快说 说希望我们出了公事 其他都不要再打扰她了 帅哥一个人吗 不好意思 那再交给你了 放心吧 我走 老板 那就这样 老板 他怎么住这间 自从您离开了以后 老板就住进这个房间里了 房间里的摆设从来不让人动 老板 我们已经把权总送回来了 就先回去吧 阿明一个人也照顾得了 别走 别走 你照顾得了 莫云小姐 您先帮我看一下权总 我得去挺着 兄弟要听你 车听得不错 你拉我干什么呀 我好想你 我想和你结婚 这么个儿子 这么个儿子 是好的孩子 你怎么可能会想跟我有孩子 女子 阿明 你吓一跳 老板 你醒了 昨天晚上 呼吸回家多了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您还记得吗 昨天晚上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是 做了什么了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您还记得吗 昨天晚上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是 做了什么了 我们 老板你先醒醒酒 我再跟你说 我疯了 你没做什么呀 哟 老板 这么快就清酒了 说正事 昨天晚上 莫云小姐跟我一起 把您送回来的 然后呢 您真不记得了 快说 好好说 昨天晚上 您在酒吧断片以后 我就跟莫云小姐 一起把您送回来 然后我还特意提醒了 莫云小姐 房间的摆设一直保留 算你聪明 然后呢 后来我把她 助理那个电灯泡 给拉走了 让莫云小姐 单独跟您待在一起 不过 莫云小姐好像 没多久就出来了 好像还哭过的样子 哭过 坏了 是不是我昨天喝多了 说了什么难听的话 把她惹哭了 去问不就知道了 去哪儿问啊 我昨天套到了 她现在的住室 我明 不对 我今天给你加薪 老板 早饭 吃什么早饭 换衣服赶紧走 老板 我还没吃呢 老板 莫总 找到莫山上了吗 她躲起来了 通告也不参加 不知道躲到哪里了 躲得了一时 躲不了一时 她会出来的 当年那些给您父母 放高利贷的人 除了判刑的 其他都销声匿迹了 再找吧 毕竟都过九十几年了 确实很难查 那几个老家伙 最近真这么反常 是的 自从极光集团 放风收购全室以来 他们都开始暗中 接触极光那边了 收购全室 她小的妹 再说 收购全室 跟我们白是有什么关系 那几个老家伙 还真信 一个小丫头 能收购得了 这么大的一个全室集团 算了 你再定静点 好的 所以你是想先放出 收购全室的消息 让白是掉以轻心 声东击西 没错 不愧是你啊 能想出这样的办法 我好像听说 你跟白是那个白亚 我们有点远 有 不过收购白是我们的需求 与我个人的私事 是无关的 就算有 我也会支持你 谢了 我们俩还跟我说这个 那个全室喜 对你追得挺紧的 江总 您放心 我绝不会 让自己的私事 影响工作的 没想到啊 他还有这样的律师 这件事是从薛小月 那知道的 他想偷偷把这个料给爆出来 被我给接下来了 不错 当他们一把 没问题 莫云啊莫云 当年我能把你赶走 现在也能 老板 你看 你看 老板 您先冷静点 我怎么冷静 查 给我去查到底是谁发的 好 我马上去查 轩总 你不能进来 轩总 云云 我看到醒了 这是我的事 不劳你作询 云云 我们什么时候封锁彼此 云云 在这个城市里 只有我能帮你 不管你对我误会有路线 让我帮你一次好吗 好 继续查 老板 莫云小姐 信息和资料 是昨天晚上有人匿名 发到了一个云记的邮箱里 并且附上了一些当年的新闻 云记为了营造热点 今天早上立刻就发出来了 云记 我知道是谁做的了 云云 你家的事情 知道的人不多吧 云记 我知道是谁做的了 云云 你家的事情 知道的人不多吧 外人知道的不多 外人知道的不多 除了我的叔叔婶婶 还有 还有你那个混娱乐圈的表妹 莫婶婶 婶婶 你的罚子真的作秀吗 小月姐你放心 你看莫云现在以往的身份被怀疑 上位之路又不清不楚的 现在网友还能让她继续留在国内生活 就算她想留在国内 舆论也得让她走 珊珊你可真从 那小月姐 上次说的那部戏 放心 我下周就带你提前导演了 谢谢小月姐 莫小姐 麻烦给我走一趟 你们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我不是让你滚出这个城市吗 全总 就算是惩罚的话 这三件惩罚已经够了 我只是小混口饭吃 你就不能放过我吗 是你把那些消息 透露给媒体的 什么消息 你说你父母先高雷带被砍死那事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做了还把别人说呀 我再问你 是不是你 把那些消息 透露给媒体的 当然不是我 你有证据吗 不是你还会有谁 就算是我做的 你有证据证明是我做的吗 难道说 你还想对我用私心 老板 查到了 给记者爆料的是一个猛灭人 因为线下交易 所以查不到什么痕迹 但是我们根据监控 查到了爆料者的车牌号 是薛小月的车 那请他过来 好 两个废物 这点事都做不好 还得让我亲自动手 他要害我 我能理解 你是为什么 是莫莎莎 是他给我出的主意 他跟我说 把你赶走了 我就有机会 和全总在一起了 你的风流战 你自己解决 什么我的风流战 我都不认识他 你这个人啊 蠢就算了 你心肠还不好 你这样的人 怎么配出现在大众的事业 从今以后 你不要做明星了 还有你 你以为做的事 没有人查得出来吗 你在网上真实的IP 已经查到了 这就是你要的证据 阿明 起诉吧 恶意诽谤 新闻错大点 陈总 别了 姐姐 帮我去 我真的错了 帮我去去 陈总 阿姐姐 阿元 放心吧 我们把新闻撤下来 说明发个证明 发证明有用吗 证明我父母 不是自于高利戴吗 人都没了 我还能去找谁求证呢 老板 十八年前 也就是您父母出世那年 他们其实是被追战时 意外坠楼死亡 并不是莫叉叉说的 被砍死的 当年他们死后 警察把那帮人给抓住了 但是那笔钱再也没有找到 而且他们名下 也没有其他任何财产 那这笔钱到底去哪了呢 我今天在查 您叔叔的下落的时候 发现他正好在十八年前 做生意亏损了几百万 而在这之前 他并没有这么多钱 所以 所以 借钱的其实是我叔叔 现在还不能确定 这只是我们的推测 当务之急 是找到您叔叔 看来 还是要找他帮忙 莫山山和薛小月 已经被起诉了 你也看到新闻了吧 在他们被起诉之后 我就一直在调查 你叔叔和婶婶的下落 但是一直查不到 所以我才怀疑 应该是有人 故意把他们藏了起来 我才刚回来多久 已经有不少人 等着对付我了 我会保护你的 我可以保护我自己 等一下 莫云小姐 找到你审生 莫云的新闻 发出来没多久 就有个女人 在公司楼下闹事 说她女儿是大明星 被陷害了 然后被我们的人发现 去给带回了 莫云 怎么是你 是你的人 把我骗过来的 你想干什么 是不是你陷害莎莎 我叔叔在哪 在家养着呢 不能随便出门 为什么要把她藏起来 谁藏了 我怎么可能 是 那好 带我去见她 不行 万一把她弃病了 带我去见她 或者让你女儿坐牢 你自己去 善善善 善善 是善善回来了吗 芸芸 是你 你回来了 善善 你可以讲话了 芸芸 这几年 你都上哪儿去了 我醒来之后 就见不到你了 你傻儿 你妹妹 说你嫁到国外去了 是真的吗 叔叔 我想知道 我父母当年 为什么会接那笔钱 当年我做生意 亏了好几百万 我要不是亏了几百万 你父母的债 我就可以帮忙还上了 我想知道 我父母当年为什么会死 他们为什么会借那笔钱 我大哥 就是你爸 他当年看我做生意 赚了点钱 他也想做生意嘛 所以就借了那笔钱 谁知道 全亏了 怎么可能 我不行 这是事实吗 玥玥 没事啊 我去好长时间了 不要再纠结了 我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莫总 你怎么了 我送去医院 玥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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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总 你还没走 我要等他醒过来 我们在这儿等就好 不老全总非醒了 莫云是我的爱人 江淮 你不要妄想 三年前你错过了他 现在请你不要再纠缠他了 两位老板 莫总还没醒呢 莫云 行了 能不能拿来不说法 玥玥 你施育症又犯了吗 什么叫又犯了 他自小就不会说话 那是因为受了刺激 患上施育症 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后来变好了 如果现在再受到刺激的话 他还会犯 莫云 是不是你叔叔 爸 你千万不要说那钱是你借他 这是为什么呀 莫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小姑娘了 她现在很可怕很厉害的 如果 如果她要是知道的话 她一定会加倍报复我们的吧 我不想失去现在的工作 你一定不要承认啊 爸 我答应你 好 莫云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施育症又犯了 又犯了 他 他是 又不能讲话了 他 他 他是 又不能讲话了 我今天 就是跟他家 他父母当年做生意 借高利贷的事 莫先生 他父母当年真的是为了做生意而借的高利贷吗 你这么问什么意思 那我问你 您当年做生意的钱哪来的 是找朋友借的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你要死不承认 我们也没办法 但是三年前你卧兵在床 当您的女儿还有妻子抛弃你的时候 是莫云一个人为了你 想尽办法再筹钱 现在他好不容易能说话 却因为这是再次事与 外界对他父母的事情如此恶意揣测 莫先生 但凡你对他还有一丝丝的感情 请你说出真相 听说你是极光集团总裁梦云的叔叔 你要曝光他 是真的吗 是真的 那你要曝光他什么呢 我 你在干什么 对不起 我爸军神有点问题 你们就别了 他叫他爸 快退 你别退我 我想说 我想说对不起 莫云 更对不起 他们全家 当年我为了做生意 让莫云的爸爸 给我借了一笔高利贷 我以为我不会亏 我以为我会赚 真的 我以为我会赚一笔 没想到 全部赔了 高利贷来追债 我不敢冲 更没想到 害死了莫云的父母 我有罪 我真的有罪 爸 你们不要再拍了 别拍了 别拍了 不要再录了 我们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不要再拍了 莫云 是莫云来了 快拍 玉玉 叔叔 真的对不起你 叔叔更不应该瞒着你 这么长时间 我可以用命陪你 你不要难为珊珊 叔叔求求你了 叔叔 谢谢你要我长大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 替我父母原谅你 你有什么资格谴责我们 要不是我们 你怎么太没合适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 我就不会失去父母 不会寄人理想 不会当个哑巴十几年 不会被人当物品一样卖掉 不会承受那些 我本不该承受的痛苦 我念你是叔叔的女儿 不会把你怎么样 但是你 从小不信欺负我 像你这样的人 根本不配做演员 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公众面前 我 莫小姐 请你什么事我都是说的吗 对啊 别忘了别忘了 你马上跟我们戏说下来 莫先生 想哭就哭出来了 别承认着 没什么可哭的 只可惜过去了这么多年 我才能还我父母一个亲 薄言 你父母一定是希望你活得开开心心的 而不是筹码这仇恨 你的消息准确吗 极光要收购的是我们 目前看极光的动向 应该是冲着我们来 木居 一个贱人 收购我们白氏集团 你以定你算的什么东西 白氏集团这三年来一直在亏损 虽然拿了全氏集团的投资 但也没能挽回一直亏损的局势 而卖给极光集团 是你们最好的局势 我告诉你 就算我们白家破产 我也不会让你得逞 白总好气度 你不害怕破产 那其他董事呢 要不请他们一起来开个会 莫云 你是来报复我的吧 报复 有必要吗 白雅蒙我是来帮你 被极光收购 你还可以拿到一笔钱 不然以后真的破产了 你可能就要留落街头 你以为你胜算很大吗 我们背后还有全氏 你休想跟我们白家 倒是你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爬上今天的位置 但是 下个人永远都比想爬到我头上了 走在这种地方 你得很小心 因为草都长到大腿的高度 哈喽 说过的事谈得怎么样了 还算顺利 不过还得再谈一次 那这个次说过的事谈完 我们就一起回美国吧 再说吧 我这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可以请个职业代理人 不用自己承受的 在意吧 你不会是 舍不得走了吧 这毕竟是我长大的地方 肯定会有舍不得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走 那我就留下来陪你 姜华 其实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我也希望你能早点长个女朋友 你早点去 好 我知道了 少强 你跟了莫总多久 两年了 不短了 你是知道 当年我跟莫云怎么把机构 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但是现在看来 那个全运气 打乱了我的计划 影响了公司的发展 乱了莫云的心 对莫云影响很大 我和莫云是战友 我对她的感情你是知道的 你会帮我的 对吗 你要多去她助理那儿套货啊 我这没什么事 你不用来也行 知道了老板 对了 莫总现在应该又去白石集团了 白总 我们的收购条件就是这样 我相信没有人比我们出更高的价格了 另外 这份报价我已经发给了贵公司的所有股东 他们没有意见 你们都先出去吧 我想跟莫总单独聊几句 莫云 你现在还真是让我感到意外啊 没想到被亲人背叛 还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我还真是有点佩服你了 怎么 是不是很奇怪 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他们就是我躺起来的 我就是想让你永远以为 你的父母死得那么难堪 不然 你怎么会痛恨一辈子呢 你抢走了我的玉哥哥 还想抢走我的公司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 莫云 你怎么可以心爱的和全云喜在一起 你难道忘了三年前的那个孩子吗 莫云 你想想那个死去的孩子 你怎么可以心爱的和全云喜在一起 你想想那个死去的孩子 你怎么可以心爱的和全云喜在一起 任哥哥 什么孩子 你骗了我 你骗我何才多胎友 骗我是全云喜不想留下这个孩子 是你 是你杀了我的孩子 是 我是骗了你 他是不知道你怀了这个孩子 要是知道了 他就一定会娶你 但是我守了他这么多年 凭什么最后是你 我不开心 玉 所以说三年前我没有一个孩子 玉哥哥 你听我说 滚 莫云 所以说三年前你不辞而别 是因为你怀孕了 以为我不知道有孩子对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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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云对不起 是我伤害了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所以你这次回来不用这么冷的 也是因为这个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既然你现在知道了 我也是被诬险的 那你还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没关系 慢慢想 我可以的 石少卿 你干嘛去了 有点事 接了个电话 老板 你们俩 我累了 我要回去休息 行 你先回去休息吧 送一下 嗯 他在哪儿 岳哥哥 岳哥哥 我是因为爱你才这么做的 岳哥哥我真的爱你 你相信我 白亚萌 因为你的自责 你们白家将付出严重的代价 我已经将你们偷睡漏睡的证据交到了司法机关 很快你就知道该去哪里输罪 岳哥哥 对不起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求求你原来我好吗 我再也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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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了 阿明 谁啊 那个莫总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少青 你最近怎么了 你刚刚差点闯红灯 对不起 我看你最近魂不守舍的 对不起老板 是昨晚没睡好 晚上不睡 谈恋爱了 没有 我哪有时间谈恋爱啊 是觉得工作太忙了是吧 不是老板 我不是这个意思 行 等这几天忙完了 给你放个长假 老板 你不会是要开落吧 你想什么呢 我是想 如果我不回美国的话 以后就留在国内 处理国内的一务 你要是想回美国就回去 不想回的话 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跟着我 我怎么又梦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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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进来的 你怎么对那个助理那么放心 要是房卡全都给他 你把烧机怎么了 我还能干什么呀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也知道是法治社会 那你还擅闯明察 我是怕你跟上次那样 不辞而别 那这样 你帮我抓起来 出去 我要换衣服 我不 快男人出去 又不是没看过 吃早饭 这些都是你做的 买的 给你抱个鸡蛋 说要听呢 跟阿鸣在一块吧 安静待会吧 当度假了 多好 吃饱了吗 那昨天晚上睡好不好 还行吧 那能不能聊一聊 我们的事啊 什么 就是 我们能不能重 重新在一起 对不起 直到你我太蠢 听信了白亚蒙的话 什么都没问清楚 就逃走了 害你之前一直蒙在鼓里 你终于知道你把我害过了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有多辛苦 知不知道 我错了 不行 不能这么快就原谅你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别管了 别管了 江总 听说白氏已经破产清算了 你什么时候跟我回美国 你什么时候跟我回美国 我 我 他不回去了 云云 你不回去了吗 对不起 我不打算回美国了 以后我就负责 在国内处理国内的业务 好吗 好 要不 你再考虑一下 我晚点找你看 你知不知道 那个人喜欢你 我知道 你知道 但我又不喜欢他 我只是把他当成好朋友 好朋友 哪有朋友这么亲密的 对不起 你自己答应过我 你自己答应过我的 答应你什么了 就在这你自己说的 你请我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说 让我去看看 我想到了 你要跟我在一起 永远在一起 我没有说 你怎么说话不说话呢你 你靠我是不是 你 送了 别闹 你干什么 还有心情在这喝酒啊 喜欢的人跟别人跑了吧 白亚龙 你们白家偷睡漏睡 你还没被抓进去 那是因为我父母替我顶了罪 我才能苟起头生 苟起头生 跑来找我干什么 我知道你喜欢墨云 看到他被别人抢走 你心里不好受吧 这你都知道 当初调查他的时候 我就已经发现了 本以为你可以把他抢走 没想到最后 你还是让他们在一起 如果三年前 先认识他的是我 就不会是经济这个局面 现在也有办法 只要让墨云给你回美国 不让他们见面 自然可以阻止他们 旧情夫人 即使墨云跟我回美国 全玉璽也不会爱上你 她可以不爱我 但她不可以爱上墨云 墨云 你老板人呢 她跟姜总走了 跟姜总走了 去哪儿了 她电话一直关机 她 去 到底去哪儿了 墨云 你醒了 姜云 把我们约了 你要对我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 我这些年怎么对你干 难道你心里不知道吗 姜云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但是我只把你当成好朋友 好哥哥 我对你没有那种感情 哈哈哈 冨总 冨总 江总在这儿 还有一处房缠 姜云 我真的很谢谢你这些年 对我的帮助 如果没有你 我不会那么快从痛苦中走出来 你解雀了美国 还创办了极光 但我心里爱的人 一直只有全日行 小云 我不喜欢这里 你们一起离开这里 我们回美国好不好 啊 我不会跟你回美国的 我要留在这里 那极光呢 她可是你的心血 极光是我们一起创办的 我会让出所有的部分 为了那个男人 你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已经失去过一次了 这一次我不想再失去了 姜云以后你也会遇到一个爱你真心灵的人 但那个人不是我 莫远 莫远 你不要离开我 我求求你莫远 你不要离开我 莫远 慢点住手 姜云 我会把股权上都输给你 我会把股权上都输给你 极光不仅是我的心血 也是你的心血 好好珍惜它 快点 气 快点 莫远 我杀了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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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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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杀了你 玉玉 你别难过 都是我的错 江总 我在呢 江总 江总 我在呢 如果 确实是你的是我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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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十八年的 铁蛋夫妻被杀案 真相水落石出 当年的媒体报道 以为二人的名誉停载 而是现其中的 极光集团总裁 莫云已先不卸任 由董事长江淮 在带集团应务 据悉 全市集团总裁 全玉玺已向莫云求婚 全市贷婚 行业正道 你快点啊 怎么偏天上班迟到啊 现在助理都敢催老板了呀 再过去 你就自己走吧 好了老婆 看吧 我们老板比你那个什么江总好多了吧 这都过去多久了 还说 还不让人说 你们还不过去开车 想被开除他 都听你 嗯 嗯